为了推广五股观音绿竹笋当地农会 每年都会举办评鉴竞赛 今年共有60位的笋农参加 竞争十分激烈 在经过评审之后 现在就为您揭晓 今年的绿竹笋冠军得主 还有田渡王到底有谁夺得 请看我们的报道 为推广五股观音绿竹笋 五股居农会 每年都会举办绿竹笋评鉴竞赛 今年共计有60位笋农参赛 将自产的绿竹笋陈列在桌上 由评审以外观柔嫩度 色泽风味及堂度来进行屏蔽 绿竹笋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 我们现在跟桌的面积 差不多有500多公顷 那在这个桌子在五股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五股它的一个地理位置 跟其他不一样 我们的地形是属于小山丘地形 我们是背海面向台北市 旁边有一个淡水的姿势 五股農会理事长吴锡清表示 观音绿竹笋是地方上重要的农特产品 全区种植面积有500多公顷 由于地理位置独特 产出品质相当好 向来生受民众喜爱 有口皆碑 每位笋农参赛的绿竹笋 品质都相当优秀 经过评审之后 今年的绿竹笋冠军 由正式亲农友获得 田渡王则是养荣之农友 我们今天比赛的农友有60位 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正式亲农友 田笋王的部分是由杨龙之农友获得 我们的产季差不多在5月到9月底 这一段期间我们的绿竹笋品质非常的好 有空的话大家不来品尝我们的绿竹笋 每年5月到9月底正值绿竹笋产季 五谷农会为了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正宗观音山绿竹笋 在竹笋产季时还提供了现彩鲜笋 正空包装手笋、笋干等产品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美味健康安心的五谷观音山绿竹笋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谷采访报道